字幕製作人生航的酒的話 好像也有造型 造型啊 也沒有說造型 就是我覺得 這個 先講這個 來 你看吧 來 給大家看 好的 怎麼了 這到底是誰訪誰啊 什麼叫誰訪誰 你這一瓶跟這一瓶不是長得一樣嗎 對喔 來…這能不能 可以…你來 好 來 這個是玉山珍藏高粱 陳高 對 這是陳高 老九 你這給你… 好好擠喔 來 好 來 包姐 你怎麼會有這一瓶酒 這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你都放… 因為我…我不喝高粱啊 你都放在地下室耶 包姐 你這一瓶酒 應該有它的意義在 它是禮藥龍門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瓶酒叫做李耀龍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從大陸回來 因為我在大陸待十幾年嘛 然後我從大陸回來了以後呢 轉換另外一個跑道 就是去這個購物台 去做購物專家 然後因為我從16歲進這個演藝圈 沒有做別的 除了唱歌演戲以外 不會做別的 所以我的一個好朋友呢 就為了鼓勵我 所以他就送了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希望我在轉換跑道的時候呢 能夠就是說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這樣子 所以特別送了你這個 希望你的業績能夠禮藥龍門 這樣子 對 那這個這一瓶酒那時候 有沒有聽說大概是賣多少錢 因為這是玉三層高喔 對 那個時候我不曉得 因為它送給我的時候 我也沒有去打聽 但我自己看的話 好像應該是一兩兩千多塊吧 兩千多塊 有那麼便宜嗎 成高 但是…來 可是好像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瓶酒怎麼長得一模一樣 小飛哥這兩瓶酒 為什麼看起來好像很像 是不是也是同一個師傅做的 應該… 應該是同一個師傅做 這個是不是聽說有專利權是不是 對 這在新竹 就是黃老師他很清楚 他是新舞的老闆 他也做得很好 做幾十年 對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喔 瓶子都一模一樣 他做的那個工序 做的那個結合都是一樣的 是 我剛才講的嘛 就是說 那就是同一模一樣 就是這一種東西他在做的 對 是 那就同一個師傅 那這個老闆可能 同一個地方出來 這個老闆的話 他這個瓶子應該在國外 應該是大受好瓶喔 對 他有四個部分 一個是在義大利 一個是在台灣 對 手工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的新竹手工是最好的 包括黃老師一樣 他是我們的理事長 我是第一屆的顧問 玉璃協會的顧問 是 我在新竹就是一樣 你們以前一起拍戲 結果現在正常的酒 連瓶子都長得一模一樣 他真的滿有言的 對 他這樣很不容易 很多沒有說好 他們就自己帶了一樣的酒來 一個一帆風順 一個藥龍門 藥龍門 也太不容易了 好 來 包姐 那時候不曉得多少錢 您現在沽這一瓶酒呢 好像我跟他沽的也差不多 是差不多五千塊錢左右 你這瓶酒是2004年的 放到現在也很久了 是很久了 所以我在想說 經過這麼多年 應該差不多有一點漲吧 好 玉山的珍藏成高 李耀龍門這個包姐自己估 是估五千塊錢 對 因為他是成高 好 來 我們請老九霖幫我們估一下 估完以後再告訴我們一下 玉山的成高跟金門的成高 到底哪裡不一樣 好 請老九霖幫我們估一下 2004年的李耀龍門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值多少錢 兩千塊 沒有漲啊 沒漲 你剛剛估這一瓶多少 也是兩三千而已 但是它是國外的酒 它是進口的 當然稅金什麼種種的 你還要加上去 對 它基本上 跟你解釋一下 玉山成高跟金門有什麼不同 是 玉山成高它是偏大陸鄉型 那在很多人他們並不喜歡 加上它做的沒有限量 其實煙酒公司在過去 也是同樣有一個毛病 生意好就拼命做 以前它真的是這樣 所以讓它這些系列的產品 變得是暢銷度沒那麼好 可是它也有一個創舉 它會願意用這樣子的瓶子 對 可是它做很多 對 它做太多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老師才在我們現場 本來只是一根玻璃棒而已 現在居然已經做出了這樣子的 一串的葡萄了 而且它要做這個葡萄之前呢 還說你想要什麼樣的葡萄 你要熟一點的葡萄 酸一點的葡萄 你都可以告訴您這樣子 對 因為顏色在我們的視覺 跟心理學裡面 如果比較偏軟色系的 或紅色系的部分 對我們實意都會有甜的感覺 甜的感覺 所以我如果放到紅葡萄酒裡面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對不對 對 就可以用這個 紅葡萄 不行啦 它會看不到顏色 要透明的白酒嗎 一定要透明的 對 這搞不好還變成是另外一種 這個行銷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看了半天以後 裡面居然有一顆葡萄 其實也滿好的 有… 那個白蘭蒂有這樣做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老師做… 你怎麼那麼厲害 這是一輩子的工夫而已 說可以做到這樣 做到那麼精密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個… 葡萄鬚 葡萄鬚 老師你學這個玻璃藝術 學了多久了 時間了 43年 你看 老九霖 你人家四十幾年的一個 歲月貢獻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估一個酒瓶子 估了一斤 那這個是應該是 半機械 半自動化 那老師這純手工 那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概念 老師你這個如果這樣子 手工這樣子弄上去的話 這市場上面這樣子 光是這個瓶子的話 藝術價值應該就不肥了吧 一般我們大概像在 機場過境的時候 像在法蘭克服 或是你到這些歐洲國家去看 其實一開始我們剛看到的那個 環環如果純手工的 大概都要兩三萬以上 大概都要這樣 那個就是屬於名家的限量的部分 那我現在觸控的這一個部分 就跟我們的專家在講 其實台灣目前現在比較適合發展 這種所謂少量危險供應 它是可以客製化的 而且可以是多量的 就是少量多樣化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就把這一個部分表現給各位看 我們必須要加溫到軟 然後讓它可以做連結 直接把它黏進去就對了 對 那如果正常的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把它放進去以後 它是在補助的工具裡面去完成 就像這樣 他們要先認 好漂亮 那必須要把它拉出來 在做這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烘口的部分因為會有溫度 對 避免氣受傷 在每一個連結點 我們務必要把作品拉開 避免它有擠壓的這種現象 那就會造成所謂應力問題 好 那現在葡萄其實已經 封裝在裡面 好漂亮喔 天啊 這根本就是藝術品 這個根本 你裡面裝了酒 我根本不敢喝它 根本不會開它 好 現在還是熱的嗎 冷了嗎 你可以拿起來看 冷了 但還是燙的 平身還是燙的 還是有點燙 可以拿 沒關係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然後它底部再把它封起來 再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 它其實就可以灌酒進去 你看 晶瑩剔透 上端裝下來 裝下來這樣子 所以你看 馬上就可以做出 這一串葡萄 這個就是全部純手工做的 來 你拿的 燙 拿上端沒關係 可能還是燙 還是燙 不會很燙 就下半端不要拿它就可以了 這個下去燒透 對 酷 好 來 這個 酷 好 這個如果裝了酒的話 這個價值非凡 對 好 來 我們 你看那個 包姐已經在看了 包姐已經在看了 你突然覺得說這瓶酒的那個價值 真的是非常的高 來 來 包姐給你看 好可愛喔 好 這是我們看到 我們台灣的一個這個 傳統的一個手工藝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藝術化了 那如果能夠善加利用的話 相信其實台灣的這個產業的話 還有另外一番的一個景象出現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好 我們謝謝這個黃大師 謝謝 黃大師幫我們看到了 這個台灣的一個這個玻璃藝術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包姐 您這邊還有一個 是 您也是看它特別的漂亮 所以呢 把它買了回來 但是就我們來看的話呢 這好像路邊就可以看得到的酒 也不是特別 我覺得啦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像假貨 哪裡假 有啊 真的耶 對不對 真的耶 我看起來很像假貨 因為我去那個南部拍戲 你知道 然後呢 我就看到 我去那個晚上嘛 我要去買吃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甘馬店裡面 然後看到了這邊 我說奇怪了 我說紹興酒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包裝的 因為印象裡面都是那個紅色的 紅色的 對 它這個是印上去的耶 對啊 直接這樣子印上去的 我想這是不是假酒啊 那我買來看看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家了 那您都不喝酒的是不是 我喝 我喝酒 但是我不愛喝 我只喝紅酒 只喝紅酒 跟那個XO 一般紹興酒的話 大家可能以前早期的時候 就是那種喜慶的時候 家裡面一定要 那個喜慶的時候 辦桌的時候 一定要放一塊 對 很多人很喜歡 可是有一些人就很討厭 喝那個紹興酒 那時候買 買多少錢 那個時候買才兩百塊錢 兩百塊錢 算不算加酒 現在咧 不像 對不對 不像啊 不像啦 但是他有做這一批 所以一般人很少看到 對啊 因為就是從來沒有看到過 好 這邊有寫 九十六年的 不是 一九九六 一九九六年 你以後大家又看不懂 又改回民國 民國改一改到2002年 2002年2003開始又改成公園 這邊上面這邊酒標有寫 後面這邊有沒有 九十六 九十六 一九九六 一九九六 所以這個九十六的話 是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六年放到現在很久了 快二十年了 我已經快二十年了 對 小孩子長大了 買了很久 對 我二十九五年生的 這會不會壞掉 對 三年 對 會不會壞掉 其實盡量紹興 它的酒精度數 可是我沒有聞到味道 可是看起來好像保存得 十七點五度 它有加米酒去生它的酒精度 所以基本上這一瓶酒 應該不會壞掉 而且它蒸發的一點點 好 來 可是我看起來好像醬油 我現在這樣跳好像醬油 可以的 那瓶子是透明的 它是透明的嗎 它是透明的 它是因為被紹興了這個酒色 因為它酒的四色 有 這個已經被灌了 這搞不好真的還壞了 沒有... 它是那個酌色 你怎麼老是要講 我說我的酒壞掉 人家已經變那個花雕酒 最起碼那個女女兒幾歲了 我女兒三十歲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真的 那十八年前就應該喝了 對不對 現在都已經三十歲還不喝它 所以已經變花雕 對啊 現在喝還來得及了 還來得及嗎 還來得及 真的喔 那就當你的花雕酒好了 對 老花雕啦 好耶 來 好啦 您自己估多少 我自己估啊 我也不知道 因為紹興酒我覺得好像沒什麼的 所以我估它大概頂多兩千 你看紹興酒沒什麼 它當初買兩百塊 現在估兩千塊還多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 它像假酒 我覺得好玩啊 把它買回來收著 黃老師 你會想喝這罐掃心嗎 小兄耶 會呢 會吧 阿娘請那個包姐把它開來 我來一下 你比較聰明 你要用小兄跟她換那個花啦 對... 把罐給水愛水就你的了 部下部高一點 對... 我覺得你應該叫那個老師 待會弄一個玻璃藝術 直接把它貼在上面 把它黏上去 搞不好這瓶酒的話 變成非常非常的有價值 好 我們請那個老酒 你幫我們顧一下 這個1996年的一個陳少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兩百塊 都沒有漲 可是我覺得... 怎麼可能都沒有漲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先來解釋一下 很可愛耶 第一個這瓶酒為什麼會賣那麼貴 以前出來大家都說 怎麼那麼貴啊 出來就有兩百多塊 我印象都是超過兩百塊 有可能兩百八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因為這個當時 這個燙金是從國外印刷回來的 所以光它燙金的成本 好像就賣一百塊了 所以它才賣那麼貴 那你的意思是說 裡面的酒只剩一百塊而已 其實那時候紹興是自銷 購賣局在82年 用這一瓶酒燙金 裡面弄得特別好的酒 特別好的紹興 是為了要提升紹興的銷量 結果沒有用 那這瓶酒到底現在有沒有壞掉 能不能喝 絕對沒有壞掉 絕對好喝 是嗎 但是沽了兩百... 越成越香對不對 好 但是包姐 你沽了兩百塊 要跟我們的黃老師換